所以说科技改变生活 我其实是一个大路吃 我印象里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 有那个卤谷书市 就北京卤谷那边有一个 专门卖书市卖书的 这个市场特别大好多书 然后那个小时候去过四五趟 就觉得自己认识那地儿 而且那个路特别简单 就是直走左拐 一共就直拐一个弯 然后所以我以为我就 能找到 这块好多抓娃娃鸡 不对 抓娃娃鸡就不是这儿 我不应该因为抓娃娃鸡 就觉得我眼瞅了 然后反正当时我就是 有一次我朋友生日 我们一起相约出去玩 然后当时是因为什么事 需要冰封两路骑自行车过去 然后我印象很深 我打着包票说没问题 我已经去过那个地儿四五趟了 我这回不需要你们带路 我不用跟着你们走 我自己就能去 然后结果我迷路了 我其实也是类似走过了 走过了一个路口 拐弯拐错了 然后就迷路了 然后我迷了一个小时 没迷到地儿 然后我朋友他们都 庆祝完生日走了 然后我还没到地儿去 简直就是可无语了 那个年代嘛 那个年代还上小学了 也没有手机 而且就算有手机 那个时候没有高德地图 所以就是打了电话都不知道 怎么才能接头了 然后就可崩溃了 印象很深刻的 所以如果不是有高德地图 有导航 拯救我们这些路痴的话 当我成年的时候 我开车都不知道怎么搞 真的是 后来还好 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地图导航 这些的东西已经非常多了 看来还是这个超市还在 那个超市还在 我没有迷路 我没有搞错证